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错,就是讲电子烟 大家看了《Chela》都应该知道是讲什么的 就是讲《Ju》的故事 不知道是否要读 《Ju》要小心读 我还以为是讲《犹太人》的故事 就是电子烟的其中一种电子烟 因为他崛起的时候 他杀到来香港的时候 我就戒烟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香港是否流行 但是似乎都挺流行 似乎应该都是流行的 至少我知道 阿郭也知道 阿郭也知道 至少我知道 我也玩过 之前是否是ICOS 因为香港禁加烟烟的问题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们都挺常去讨论 关于燃烟烟、加烟烟之间的问题 香港终于做了一个很大的昂糕决定 现在香港有一个很大的昂糕的状况 就是所有的加烟烟、电子烟都是全禁 禁止销售 而燃烟的香烟就在街上卖了 就是昂糕的状况 而其实美国是有一个更加昂糕的状况 就是所有的电子烟 所有的烟烟 无论是噴霧器 虽然噴霧器现在已经不太流行 那些污垃圾 以及加烟烟 加烟烟弹 又或者是其他电子烟烟 都还有一埋 唯独就是朱全面禁止销售 那朱为什么会全面禁止销售 朱全面禁止销售是去年的事 而我那时候已经不跟得很贴 但我有留意 因为朱全面禁止销售是一个华尔街的大新闻 如果在他全面被禁止销售之前 其实朱是市占第一位 在所有的e-secret 不论是烟油烟 是不是用烟油 它是烟油 但它是一种 它跟其他wazepa的烟油不同 其他wazepa 其实是加烟的发烟线 然后装一些精油 通常都是果味精油 然后再滴鼓丁下去 但是朱是不同的 朱的油是他自己弄的 所以朱的做法是一支插电的加烟棒 然后他会出一些烟蛋 那些烟蛋是里面有些油 那是他自己的牌子 他的油是有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里面的尼古丁 和别人的尼古丁是不同的 他里面的尼古丁是一种叫做尼古丁炎的东西 那是很弄上头的 是很弄上头的 他是... 譬如你... 如果是... 吃过... 用那些噴霧器 加尼古丁 和吃烟是相差很弄的 尤其是如果是Heavy Smoker Heavy Smoker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是吃开... 如果你吃开... 你吃开... 你吃开沙龙 你吃开沙龙打烟炮的人 你吃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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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不多了 但是... 但是如果是会很油脑的那些 会大力扯... 会大力扯鸿慢 会大力扯鸿鸵的人 那你吃... 你就算加多少... 你就算加... 你加尼古丁去那些烟油里 你会好像没什么 那... 唯一接近到的就是... 其实那些电子烟... 大部分电子也是接近不到的 但是... 最接近就是万宝鸿自己出的 就是Philip Smoker自己出的iCos 那... 接着还有几种... 都是... 韩国有一只 跟着... 日本也仍然有另一只 大陆... 大陆很多 大陆很多 现在大陆多一些 呃... 其实大陆开始多就是因为... 大陆开始多... 多那些... 小的烟油蛋那些 那些小的烟油蛋 其实就是原始的猪 嗯... 而猪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里面的油是不同的 它里面的尼古丁炎呢 是... 它首先它一粒呢 是可以... 它计算一粒是等于别人一包烟 那你变成一粒呢 你是... 一粒烟蛋呢... 呃... 就是如果你不是很heavy 你那些... 就是一般heavy smoker 那你一粒烟蛋 你就吃一日 那你有些人你就... 如果是... 扯得不太行呢 你就吃... 兩...兩日... 一粒烟蛋那样 那相对来说 就吃得比较久了 没有... 就是... 它都抗散性挺大的 因为... 它方便啦 嗯... 那支东西漂亮一点啦 充电用得久啦 就是它充电出来之后 可以用一日啦 那支东西 因为... 譬如... 以前我用iCOS的时候 都... 都... 很确定的嘛 就是... 我... 就是... 我用电话 我都不会带... 呃... 充电器在身的嘛 但是... 以前那些是很意外的 头一两代的那些 嗯... 接着你整天想吃烟 拿出来红灯 哈哈哈... 哈哈哈... 接着你也塞下去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不... 说了这么久 就是说给大家知道 Ju是什么来的 假設你没有吃烟的话 嗯... Ju就是这样的 那Ju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这套纪录片就是讲 整个Ju的故事 那Ju其实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 他... 嗯... 都是... 差不多... 大家都是那个时间起步啦 大家都是... 嗯... 什么... 嗯... 2010那段时间那样 大家都是那段时间起步 就是... 都是... 都是近十年的斗争的故事 那... 而... Ju在美国是特为移出的 那... 他之所以特为移出的原因就是... 刚才说了几个优势啦 就是... 那支枪... 那个电... 首先那支枪... 那支枪很小啦 嗯... 嗯... station啦 时尚啦 嗯... 他走... 就是刚才那个trailer也有说 其实是走... Apple路线的嘛 那其实所有这些电子器材 都是走Apple路线的 iCOS 就是除了Wazepa之外就不是啦 Wazepa那些很粗矿的 嗯...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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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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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小和市场做得时尚 重点就是他拿了专利的尼古丁严 因为很上头 除此之外就没有特别的东西了 但是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大概在16、17年左右 大概在17年左右 市占领越来越大 然后开始在这个市场上 在北美市场上是第一位 但是在去年就全禁了 全面禁了 但是其他是可以买的 其他这些商类的产品是可以买的 WASPA也是可以买的 又或者是加热烧的烟全部都可以买的 为什么只有这个租会封了呢? 他整个戏就是讲这个故事 而实际上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太多年轻人吃 就是因为他太多年轻人 而他全面就攻入校园 而攻入校园 虽然美国已经立了例 最初有一段时间WASPA完全没有立例 就是什么人都可以买的 但是后来都立了例 就是18岁以下就不能买的 但是因为租太多十二三岁的年轻人买 那些市场全部都不能做事 因为如果你禁了18岁以下的那些 生意太大影响了 而太多年轻人买 而且租有一个状况就是 如果大家有吃过烟 如果听众门大家有吃过烟 其实就算是多重度吃烟的人 烟的烟始终有一个手机器 第一就是其实就算是吃烟的人 虽然你不吃烟的人觉得很臭 但是其实吃烟的人自己也觉得臭的 其实他有一个容忍的上限 其实他吃到一个位置 其实你会自己觉得很臭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其实烟是灼猴的 烟的烟吃得多 其实喉咙干确也只是一个 喉咙干确只是一个轻度吃烟的人才会有的征作 重度吃烟的人 其实你根本长期觉得你的喉咙是酸的 他是长期焯热的 吃到一个地步 他一定会停的 但是猪是不会停的 首先他不臭 他有几种加烟的状态也有那种状态 就是他不能臭 还有他不灼猴 他不会令你口干 他不会令你缺猴 而他的尼古丁浓度又高 他会令到年轻一天吃了两个 一天吃两个很夸张 就是两包烟 等于一个人一天吃两包烟 你烟灵要有十多年的人才会吃到一天两包烟 最初那几年你怎么都不会吃到两包烟 我去到最后戒烟之前我都吃不到一天两包烟 我一天一包烟我都已经觉得 我已经觉得你老板就很臭 我一天吃一包烟我已经开始吃到最后 我都觉得哪个人在吃烟狠家产 但是吃这些他就会吃很多 消费很多 然后最主要就是烟灵一些年轻的家长 于是他们就发起那些 他在一些有钱的学校 有钱的学校 在一些有钱的学校网里面 散播得很厉害 于是就拎着了那些有权有势的家长 于是就开始搞那些什么的禁宴会 就是有一大群类像陈兆耻的人走出来 而那群是有权有势的陈兆耻 他们又跟民主党又联系又深 于是就一直施压给FDA FDA就是美国的FDA 在聆论各样东西之下 其实就很粗暴地 非常粗暴地就传给他 这个纪录片就是说他由两个创办人 就去说他这个 由他们在Stanford 然后开始 如何受Steve Jobs的影响 然后就说出发点 就是如何去构想 构想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概念很单纯 但是有work的就是 吃烟这么臭 又不健康 但是又很个人 如果怎样可以保留他很健康的东西 然后就没有坏的东西 那他好的东西就是 爽快 relax 还有十楼后楼梯 就是大家 虽然以前没有这一件事 以前 不过你们小时候没有经历过 以前在任何地方都能吃烟 但是自从室内禁了烟之后 出后楼梯吃烟都是一种仪式 就是志明与春娇里面 讲的那种 就是他一种秘密 他一种秘密组织的会议 那这些东西 加加一起就构成了 那种吃烟的魅力 虽然这种魅力在年轻世代 其实都不要说gen-ez 即使 即使 即使是gen-y 即使是gen-y 他们都觉得 都不会觉得食烟是特别型的一件事 因为譬如像彤彤或者以翘这个年纪的人 你们是没有看过香烟广告的 即使你们是没有看过一些有型的香烟广告 或者有型的一些香烟的宣传 那变成了关于香烟所有的宣传全部都是负面的 即是在这个世界上 即是在香港这个地方 所有关于 其实世界各地都是 关于香烟的影像全部都是烂了肺 或者是 烂了脚 烂了脚 是烂了脚 那些 即是那些 即是 你没有见过食烟而有型的东西 而后来就是电视禁了又吃烟的场面 那些 即是 临死之前扯回烟的那些 那些场面已经越拍越少 以前是例拍的 中枪之后一定是吃烟 好像有止血的效果 那没有了这些场面之后 没有了这些场面之后 那剩下来就剩下一些负面印象 但是 那个纪录片讲的那样东西 那个故事就是讲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他们之所以要去做这个产品 他们之所以要做这个产品 就是他们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 可能是 可能是Gen X 甚至乎是 婴儿潮世代的人 即是那些人就是Healthy Smoker 即是在他们去研发出这件事的时刻 其实根本就没有年轻人吃烟 就是年轻人吃烟 对于年轻人来说 吃烟是一件很弱的一件事 臭 骯髒 以及很工人阶级 那件事 于是他们去研究一件事的时候 就是烟毒害很多人 很多人因为烟而有癌症 而他们的判断 从所有的电子烟和烟草的判断都一样 主要会致癌或者会带来肺病的原因 就是燃烧的效果 主要就是烟草或者烟纸燃烧灰准物 也就是说对肺最大伤害的就是那些 叫什么油 焦油 是不是焦油 还有那些叫做Incomplete Combustion 那些是 不完全的燃烧化作用 就是烟不准 它的Combustion Incomplete 那些东西烟得一半 所以他们的 譬如烟草商 譬如ICOS的想法 曼保路的想法就是 怎样可以去 在烟草里面提取尼古丁 而不燃烧之烟 那他们的解決就是加热 或者叫做比较低温度的燃烧 但其实都是燃烧 另外一个解決就是蒸发 就是去蒸它出来 水蒸气蒸它出来 Wazepa就是类似那种方向的做法 而他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做 那他们朝这个方向去做就是 就是提煉那个尼古丁出来 直接用那个烟霧器来吸入 而他们最劲的地方 故事一直说他们就是 总之故事的构成 起承转合就是 有两个年轻人 两个大学生 两个科技奇才 他们要去构赏一样东西 就是去帮助那些Heavy Smoker Quit Smoking 帮他们找到一个替代品 但是在过程里面 他们就有很多挫折 因为他们做了几个设计出来 第一就是难做 第二就是做出来的东西不承认 就像那些大型发热线的Wazepa 那些那样 那些重工业机械 那些那些 一点都不能chill 那他要chill 要型 要时尚 才能吸引到人用 又要chill 又要时尚 而且那支东西很小 你就会令到可以很低调的吸食 低调吸食 低调吸食 对于他们发明这件事的时候 是一个重点 因为他们去做那件事的时候 主要吃烟的那些人 主要的烟民 已经是社会被排擠的边缘人士 全世界都是 所以低调地吃到烟 能指到烟饮 他是一种这样的想象 就是说 希望你可以拿着这个东西 人家不太觉到你在吃烟 接着你又可以指到你的烟饮 他要满足几个东西 就是他要低调 又要拿着那个东西不肉酸 但又要指到烟饮 于是他就研究了很多东西 但最后都指不到 因为吸到的尼古丁太少了 跟所有的霧化器都一样 直到他们 直到他们研究到尼古丁盐这件事 然后将尼古丁盐加入精油那里 那就可以再加上芒果味 那些苹果味 那些这样 然后就可以用一个很小的器材 好像一个USB那样的东西 直接插在电脑上充电 拔起就可以立即吃 而最重点的一件事就是 但是他的尼古丁盐是很重的 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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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其他人更多的 然后他就 于是他就令到他 可以解决到人的问题 谁知道一个故事就是说 在纪录片里的故事就是说 因为你要满足那些 heavy smokers 那些很 addicted to 吃烟的人 你要满足到他的印头 于是你要发现一件事 都有这么重的 能够满足到他的印的 就是说那些东西也挺重的 那他又重的 但是你又要他时尚 于是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们就很 在一个他们很 遇上不到的情况下 就开启了一个年轻人的市场 就是他们原本的产品 就是 focus 给一些成年的 heavy smokers 令到他们可以 用到这个东西 不再去吃那些点烟烟 因为其他wespa 都做不到这个效果 因为wespa 最多是玩 你最后你始终顶不了人 你始终都是要吃那些烟点烟 他们做一样东西 完全取代烟点烟 去击败 so call 他们有一个意念 就是要击败烟草 令到那些烟草伤没有生意 令到那些烟草伤没有生意 令到那些 heavy smokers 转了 用这样的 相对比较无害的 猪的wespa 于是乎 这样就成功了 为了做这件事 他们就令到那件事 重口味 足以抵抗 足以去抵上 吃烟的那么 heavy 的味道 而且令到那件事时尚 接着又推出一些广告片 就好像 Apple 十几年前 刚刚推出那些 ipod 那些 色彩纷纷的广告 结果就是这样 阴差阳错底下 故事描述 阴差阳错底下 令到很多年轻人 迷上了这件事 然后再加上社交媒体的配合 在IG里面 很多人就会打卡 于是就大爆发 大爆发到一个点 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件事 他那个市场急速增长 而且他主要就是佔据了年轻人的市场 于是乎 FDA开始警告他 你要做些事情 你不可以让年轻人继续买 接着他就开始拍那些广告 就说这个猪是成年人用的 不适合小孩的 虽然他很安全 但是他大过才试 接着越拍就越吸引 越来越多小孩就去服食 而且他开始有些年轻人 就拿了他的烟蛋 就自己加东西 加一些大麻 加一些其他 我也不知道他加些什么 总之他有一些藝 总之有一些翻版的烟蛋 然后吸了之后 接连有很多宗肺病 就出来爆肺 接着又卖进去租 于是乎千呼所致之下 FDA终于做事 就全禁了 最后的反省 最后的结语就是 其实他整个铺层就是 那两个很有志向的年轻人 就是希望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去解决吸烟的问题 去帮助吸烟的成人者 希望他们可以 quit smoking 但是谁知道 就制造了另外一些年轻的上瘾者 他们都没有想象到一样的事情 结果就陷入崩溃了 崩壞了 我看完这套纪录片之后 我觉得神经病 你任何产品做出来 就是为了让人上瘾 都不要说它是否一个古丁产品 如果我能够有一个音频 我能够有一个音频在一个节目播出来 你听完你会上瘾 我一定会播 你所有产品的目的出发点就是令人上瘾 他只不过就是因为 他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纪录片是没有那个创办人的自己的陈述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打官司 不如试试我们播些什么 多少Herts的 试试一下 是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一定会有这样的东西 像声音毒品那些 这个世界有样东西是声音毒品 我一定会贩卖 那是 你说Ju那间公司 估不到一些人会上瘾 他想不到一些人会上瘾 神经病 任何产品在原早的设计上 就是为了让人上瘾而去设计 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 没有想着目标的年轻人市场 你老闆 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是目标的年轻人市场 难道是目标的? 有些东西最多是先天局限 例如是尿虎那些 你唯有目标的银发市场 但如果你能够想到包装 令到有个年轻人买尿虎 你老闆 如果你有一条招式 都照做 照推 为什么不能照推 对 就是 Angie说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说自己是戒烟产品 它是戒烟产品 它是想你戒烟 然后吃我的东西 对 对 对 是 iCos iCos iCos也是这样写的 iCos iCos的全名就是 i quit original smoking 它不是 quit smoking 它是quit了原本的smoking 就是你 你当然是想他quit那样东西 我想你quit那样东西 然后进入我这一样东西 所以我 大问题就是他的纪录片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 因为他想讲一个成功的故事 就是他那个纪录片的序事 陷入了一个两难 就是那件事最后一定是崩坏 那件事最后一定是崩坏 而且你有一个立场 你有一个立场就是 你一定要跟这个 现在美国当局的主旋律 就是讨伐这个猪 你一定要说那个猪做错事 但是问题就是 其实他没有做错事了 因为同类型的产品 现在周边都在卖 其实在法理上来说 你根本就说不通 为什么你会禁了猪 你不禁了其他烟雾气 没有理由的 而且就是等于我们去讨论iCos 在香港加热烟的状况 有没有可能烧烟不禁 加热的那些要禁 其实在理据上来说 根本就完全没有理据 尤其事实上就是 现在任何研究都是指出的 那是 fact 就是你只要那样东西是不烧的 那些有害物质就会少很多了 而无论是呼吸道 那些感染 或者是肺癌 各样东西 其实都不说了 即使肺癌 其实跟吸烟的关系 系数 是不是有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那些都有待考证 但是 Anyway 那件事是肯定 肯定是关于一些招邮 或者刚才七叔说的 那些未延进物质 最主要是来自于那一样东西 而不是来自于尼古丁 那这个是 因为如果 如果尼古丁本身是 是有毒的 那尼古丁帖都不合理 这个世界不应该有尼古丁糖 不应该有尼古丁帖 其实这些烟霧尼古丁 和尼古丁香口胶 尼古丁糖 和尼古丁帖 它只是不同的吸食方法 它是同一样东西 它是没有禁止理据的 但是它没有禁止理据 它又要说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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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要合乎主旋律 那它合乎主旋律 它唯一就是唯有虚扣一个错误 它唯有虚扣一个说法 就是说 你这件事本身是好的 但你不应该估计给年轻 你估计给年轻 你就错了 所以是那么有两个说法 那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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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像我那樣的人 我也不敢說一個十二歲的年輕級吃尼古丁噴霧 是一件對的事 但是是不是真的很錯呢? 我又傳疑 我又很傳疑 他是不是真的很錯呢? 那件事是... 那件事是... 譬如十八歲以下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理解就是十八歲以下應該... 我們應該夠十八歲才喝酒 那為什麼我們應該夠十八歲才喝酒呢? 不是因為... 不因為... 即是我們尋找理據 首先它是一個會上癮的物品 酒是會上癮的 尼古丁會上癮的 還有什麼會上癮呢? 還有什麼合法而是會上癮的?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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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咖啡... 喝咖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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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 都是合法而又會上癮的東西 這樣... 那好了... 但是... 沒有十八歲以下這麼茶的嘛 哈哈... 沒有十八歲以下這麼可樂 即是上癮不是一個點子 那你說... 對身體有害的東西就太難多了嘛 對身體有害的東西 例如是... 有什麼對身體有害呢? 電話都射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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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都射射 你吃的東西... 糖的東西已經對身體有害了 是啊... 是... 疫苗 很多東西吃得多對身體都是... 什麼啊? 失縮什麼對身體有害? 對身體有害 什麼啊? 疫苗 哈哈... 你... 那你... 就是... 你不可以用身體有害這件事 就是他... 他除非真的去到... 去到判定是... 毒藥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能夠用這個有益無益來判定 那為什麼十八歲以下禁酒呢? 就是因為... 酒會令到人的神志不清嘛 就是他會... 他會令到你有出脫罪的行... 脫軌行為 你自製能力不足嘛 那... 還有你會有失罪的行為 暴力 性的行為 那... 但是... 問題就是... 煙是不會的嘛 煙是不會的嘛 你... 尼古丁是不會有那個效果的嘛 所以... 所以... 如果那個東西... 事實上是一種... 呃... 呃... 果味的噴霧 果味的噴霧 含尼古丁會上癮的果味噴霧 其實跟可樂是很接近的啊 可樂就是一種... 可樂就是一種... 有咖啡因 而... 它不是一種含咖啡因 然後又甜味... 的一種這樣的飲品 嗯... 那它定性上面... 如果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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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將噴霧噴霧化的話... 其實是很接近的... 兩樣是很接近的東西來的啊 那...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禁呢? 其實... 其實... 就很難在一個... 道理上講得通 只不過是社會的道德判斷來的啊 還有就是... 有一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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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牌... 名牌中學大學的媽媽... 連結了起來 然後整了一個會...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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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成FDA做事 當然也都在民主黨裡面很有影響力啦 那民主黨就施壓啦 民主黨就是... 它執政政府嘛 然後就施壓啦 然後FDA就做事啦 這樣... 唯有就是安插一件事 你這樣... 就在年輕人那裡散播就太過分了 這樣... 而這個也是Netflix那套片的一個立場 它的聚術... 你在這裡看的時候呢... 你很容易代入那個故事 它整個故事就是...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英雄的成長故事 它想了一件事 接著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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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賣了 但是這個時候呢... 在才迷心肖... 悟入歧途的人那樣的... 因為這個套路 這個Storytelling套路... 好合乎大眾對於一個 英雄墮落故事的結構 那樣的結構 你直到結構看 應該是這樣的發展 但是你又不敢看細節啊 細節是什麼呢 它墮落前菜是什麼 你不著說這黨公共要是 packages 你 peninsula raising money 你 profits with young Tin 以及不可以推銷給年輕人的理據到底是什麼呢? 那個項目是什麼呢? 其實大家沒有分析過這件事情 大家覺得比年輕人還不好 年輕人太HIT了 於是他們沒有想過年輕人會上癮 怎麼會沒有想過呢? 一開始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讓年輕人上癮 但是他為了去成就一個英雄成長與墮落的故事 就做了一個這樣的敘述 而這個敘述我覺得是非常不公平 非常不公道的 而且這個根本就是一個政治打壓的事件 但是他不是這樣的敘述 不過你有興趣可以看看 看他去研發的東西的時候 我都覺得挺有趣的 我不是鼓勵大家去吃煙 我自己都戒煙 但是我覺得沒什麼十目不赦 我吃煙是關乎廢活量的考慮 而不是關乎其他考慮 他們是覺得騷擾不吃煙的那些人 那些煙出來覺得臭 他們為什麼這麼真人吃煙 我不是說現在的煙已經臭了嗎? 那些煙就已經 都不是 吃煙的人都是照 他們不會理會 總之看到一堆煙就撥了 那也可以撥 有些煙湧過來也是要撥的 正常的 我們下次再討論這個問題很長 好 我們下一節再討論吃煙這件事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一節就討論紀錄片 有興趣可以看看 我覺得挺有趣 還有朱的故事 但你不要只看紀錄片 你要看其他細節 你要找其他文章來補充一下 就不要把紀錄片說的東西照單傳收 就是這樣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先休息一下 稍後再繼續